如果你是一个类似有修行的人 你自然来你一听到佛法 你自然就会去做 不用人家跟你说 因为佛陀事实上也是不由他教的 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习性 那我们更要努力去学习 怎么样可以达到不由他教自然 翻过来 自然修行六波罗蜜 那哪六条呢 我们一起念 常乐大师不声坚令 横持境界无所毁犯 具足忍入心不动摇 有大精进未成退转 善入诸禅永无散乱 巧修智慧西除二见 始为第一不由他教 随顺波罗蜜道修六度不共罚 那各位这个要背 所以不是说背就至少你要很熟悉 然后你真的要按照这样去做 所以我们大乘的修行是以精教做戒律 这是佛陀教带的 以精教然后来辞戒 所以不离精教 然后延辞戒律 不会错 所以第一那各位要常乐大师 所以老师说 当然就像刚刚各位听到 色拉奇 哦 海陶拉嘛 海陶拉嘛 天天在布施 对我来讲 我认为按照经典 这个布施是我根本就是小小小小而已 只是对他们来讲当然有 但是因为我们要关心的是整个世界的 需要被帮助的地方 不分宗教 要常喜欢 这个是我们的修行 常乐做平等的大布施 不能 所以你口袋有钱会觉得很惭愧 为什么因为众生都还在苦 是吧 吃一顿饭要很惭愧 因为很多众生还没吃饱 所以当别人在赞叹你 你没有什么好赞叹的 我有时候要回答说 除非这个世界众生都离苦得乐了 那我们生命才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圆满的成就感 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还是永远惭愧 所以各位要时时刻刻想要去帮助众生 第二个横持境界 这是布施他教的 意思是说 这样讲比较快 你看了经典你自然想做 这也算一种不由他教 甚至你天生就是这种个性 那才是真正的不由他教 永远的守持清净的戒律 无所毁犯 不管是众戒清戒都不会犯戒 这样来持戒布罗密 第三个巨足忍辱 心不动摇 多伟大 你在这个世间弘扬佛法 或帮助众生 不管你要做什么 只要是人多的地方 事情多的众生 一定要很多的负面的伤害 但是你要具足忍辱 这种菩提心 这种对众生的悲心 不会改变 心不动摇 这叫具足忍辱 所以各位有时候 当碰到逆境 你内心会有一点烦恼 抱怨 这个危险 这个警灵叫响 你已经心动摇了 因为众生找你麻烦 逆境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们才要成佛 这个五卓二世不能谈真理的 一切都是不平衡的 到了净土世界 也绝对平衡的 没有问题的 所以不要再把这个净土的条件 这个言和的戒律 来看五卓二世 但是是以净土为蓝图 来提升这个五卓二世 所以大家以净土为蓝图 要建设树林 了解吗 建设台北市 庄严台湾 整个地球世界 那我们这个努力可大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我们要去行慈悲 第四 有大精进未曾退转 这个叫信仰 了解吗 由信仰产生怨力 我要达到这样 所以你一定要看经典 提升自己的宗教情操 如果你不看经典 那你不知道你在忙什么 所以对于不思辞解忍辱 乃至追求智慧 有大精进 没有退转过 你永远知道你目标在哪里 散入诸禅 永无散乱 那出禅 二禅 三禅 而且各种的禅定 乃至大称叫三昧 各种的三昧 你都可以到达那个阶段 内心里面永无散乱 所以行住坐卧 打坐跟读经 跟下台 跟上厕所 跟你生病的时候 你还是保持在那个禅定的状态 波罗蜜的状态 巧修智慧 吸除恶见 善巧方便 这个智慧是对之烦恼的 对之执着的 所以什么样的智慧 你都善巧方便的 会去对之它 完全消除不正确的 知见 思维第一 不由它叫 随顺波罗蜜道 所以在那里是 法随法行 我们修行要让我们这一颗 这些难调难浮的心 随顺法 所以我们叫法人 随顺波罗蜜道 随顺菩提道 随顺阿弥陀佛的心 你要完全 你要知道这个是正确的 千万不要去跟人家斗 比 因为世间法是纷纷乱乱的 笑笑就好了 那我的心还是随顺在 菩提心